開始挖煤礦 那等到他們下班了以後呢 從坑道回來了 就會再拿著他的電燈 跟綁在腰上的電池 把這個黃色的名牌換回來 掛上去 我們就知道說礦工呢 下班了 準備平安的要回家了 但是你想想看喔 如果這個牌子是白色的 可是呢 全部的人都是黃色的 代表說 剩下他一個人還在哪裡 還在礦坑裡面 可是現在也許已經 晚上11點12點了 他怎麼可能還在裡面工作 他也許是發生了什麼危險的事情 我們要假設他在裡面 可能被石頭壓到腳斷掉了 或者撞到頭流血 昏倒受傷出不來了 趕快的找 救難度人 還有老礦工 老礦工怎麼樣 很有經驗啊對不對 很會處理這種的事情 他知道不知道裡面 所有的那個 煤礦啊 煤層在哪裡 他都知道在哪裡 所以呢 進去了以後 可以順利的趕快的 把東塌的煤層 趕快的把礦工挖出來 從裡面救出來 救出來坑道了以後呢 可能他真的沒事 好 受一些清張可能的藥磨一磨 如果真的受傷很嚴重的話 趕快的當然帶去醫院裡面急救嘛 但是呢 重要的是 你要記得 幫他把黃色的牌子 掛上來 這樣子呢 大家才能知道說 這個坑道裡面 坑道裡面 沒有人 地底下沒有人了 我們才能夠平安的 大家 把坑道的鐵門關閉 全部的人呢 才能夠 從這個礦場下班 這樣才是安全的哦 因為呢 這個地底下最多的工人 這邊呢 有400多個人在工作 你要確保每一個人呢 有進去工作 然後都有平安的出來 這個名牌呢 他就會告訴你了 好那現在我們再來後面